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台湾遭遇本世纪最严重的干旱 许多的水库蓄水量不到一成 这库底露出,淤泥干涸均裂 其实台湾的95座水库平均淤积量已经将近三成 部分的淤积甚至超过一半 水库就快要寿终正寝 影响所及,即使水库达到满水位 当中有一大部分装的不是水,而是泥沙 蓄水量当然就不够 再说,如果老天爷持续不下雨 我们就任凭干旱肆虐嘛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找水来用呢 总和专家的意见,可以找出包括再生水 海淡水,以及浮流水等解决方向 这期台湾演艺节目,我们来诊断台湾用水的出路 开访车在滚滚沙尘中前进 很难想象,我们其实正开在增稳水库里 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增稳水库 如今蓄水量剩下不到15% 我们来到嘉义县大浦乡水库的上游 可以看到水库库底的土地 呈现均烈干涸的景象 岌岌可危的水情,令人担忧 走在这宛如荒漠的土地上 因为严重干枯,土壤变得相当坚硬 寸草不生的景象,让人不禁怀疑 这里真的是水库吗? 其实这里是嘉义大浦乡的湖滨公园 风水旗景色秀丽,游客卢枝 还经常有钓客在湖边钓鱼 然而如今却是几乎一滴水也没有 显示水情确实相当严峻 增稳水库供应南台湾灌溉民生用水 天不下雨,水库底干涸的画面 多年来少见 只是今年为何如此缺水呢? 我们去年109年 就是56年来第一次没有台风登陆本岛 所以也造成我们整个全台湾的降雨变少 那去年整个降雨量大概少了1000毫米 通常我们每年的净水量大概有11.5亿 那去年呢,大概足足少了7亿 所以这个是主要造成我们现在目前 也是不只是增稳水库 全国的水库的所谓的蓄水量都降低 缺水成了政府当前的头痛难题 只能到处筹措水源 包括抗旱井、湖流水、海淡厂 再生水都派上用场 而在增加水源的同时 台湾的水库其实也面临窘境 预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全台大大小小共有95座水库 根据水利署统计 预计最严重的是物色水库 预计率已经达到74.8% 第二则是百合水库 预计率59.7% 乌山头水库预计48.9% 南化水库42.6% 台湾最大水库增稳水库 预计量达到36.7% 石门水库也有34.3% 水库应该装水却一直在吃土 使得容量大受影响 政府只能想方设法积极清淤 来到位在台南南西区的增稳水库下游 我们搭上警艇进到水库中心 了解目前管理局的清淤工作 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抽泥的一个操作室 进到抽泥船的操作室 工作人员正透过电脑控制 将抽泥设备慢慢深入水库底部 我们现在就是在把下面的那个土把它抽起来 一点事是就是有土再上来 为了让观众了解抽泥船的运作 工作人员特别让抽泥装置浮出水面 仔细看下方就是深入水库底部的搅刀头 这个是我们的水下搅刀 利用搅拌把泥巴搅烂 为什么要搅烂 因为你这样子下去没办法抽 因为底部是过得很硬的 它很硬的 它有点像粘堵层 粘堵层你必须要把它搅拌 才能办法抽上去 沉淀在水库底部的陈年淤泥 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变得更加凝固 大大加深抽泥的难度 因此必须先搅碎破坏 才得以抽取 这次我为真文水库特别设计的抽泥船 造价超过一亿新台币 最深可达底泥下二十公尺 每天可抽泥一万吨 抽取后的泥沙再透过疏泥管线运到曾文西河床占制厂 利用我们这种抽泥机把它抽到我们的河道里面去占制 那占制的时候呢 也就是刚才讲的是说我们如果有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我们的放水设施 那这些泥沙的话就会顺利的被冲到我们的河岸去 那一方面叫做还沙于河 那也补足了我们沿岸的一个沙员 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轮班不休息 全年运作两百天 去年两台抽泥船抽泥达到三百二十万吨 是目前曾文水库清淤的最主力 另一头在潜水区 怪兽也趁着水位低下加紧清淤 泥沙抓起后再由后方的突泥船 拖航至码头运到战制场 说抽泥跟抓泥之外 在水库的下游也进行水利排沙 2018年完工的防洪防御隧道 在台风来临水库要进行泄洪时 就透过洪水派出泥沙 那以前我们是从益鸿道去进行排洪 那益鸿道刚才讲的 它排掉的水是我们水库表层的一些清水 那下面的泥巴排不掉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新建的防御隧道 它就是在碗的底部插一条管子 所以它能够排出来的就是水库底层的水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 就会真正的把我们淤积在泥水库的底泥 会排出去 曾文水库肩负加南地区供水重任 原设计容量高达7.4亿吨 然而多年来泥沙淤积却日渐严重 如今只剩下5亿吨的容量 水库从建库到现在48年嘛 主要一个就是大概有十几场台风的淤积量 那最主要就是那个莫拉克嘛 莫拉克台风它一次的淤积量 就等于9100万的一个淤积量 那简单比喻就是等于一个南华水库啊 那目前我们的淤积率大概是36.7%左右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强的肚子填满泥巴 根据水利署分析 曾文水库的年淤积量平均为510万吨 今年遭逢干旱 南水局加紧轻淤 估计一路挖清除50万吨 抽泥315万吨 水力排沙160万吨 国军跟第六河川局也来协助清淤65万吨 预估全年清淤可以达到590万吨 比平均淤积量还要多 镜头再来到台南另一座严重淤积的白河水库 清淤工作也马不停蹄在进行 在这很重时间做什么 这是我们前段计划 白河水库的清淤工作 一眼望去白河水库完全不见半点水 砂石车可以直接开进水库底 一路挖方式 一车一车再走砂石 白河水库预计量将近六成 几乎可以说是宣判死刑 今年政府投注大量经费 想要挽救水库岌岌可危的命运 因为我们在年底到家当的 五月上旬这些 这个枯水池都没有在落河 如果稍微落这个三十百河 就没有让人要花粉了 既然那种企业有正常 如果说没有落河 水库清淤就像鱼公移山 一点一滴为水库增加容量 然而最担心的就是历史重演 来一场台风 豪雨夹带泥沙 又让淤积量直线飙升 我们大概把世界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 甚至别人没用的我们也用 这个方法还是要用的 那更浮底抽薪就是源头控制 你干嘛让它下来 你才去卡起来 那这就是恢复到 水库积水区保温 水库的预计除了台风豪雨的侵蚀 另一个原因就是积水区的破坏 然而这几乎已经成了老生常谈 多年来新闻媒体的讨论 我也曾少过 但问题也从未被真正解决 很可惜的是长期 我们对这一块呢 没有琢磨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四十年来都没有 我们很会做水库 我们很会做 因为一个富山水库就花几百亿了 那你叫我们再拿几百亿再做新的水库 我们也拿得出来 但是我们拿不出一点小钱 来做水库积水区的保育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 人人都有关系 出事的时候个个都没责任 长期投入积水区研究的北科大教授林振阳指出 台湾长期不重视积水区的保育 是水库预计问题多年不见改善的主因 台湾水库的积水区 除了翡翠水库有专责管理单位之外 其余的积水区 管理单位复杂 分属中央地方 是全部统一 难以达到保育之效 而积水区的人为破坏 又是另一个多年来无法面对的难题 目前我们看到 第一点是檳榔园 比较厉重的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是地形 第三点是三点的 小木屋 小木屋 你有开花就有破坏 有破坏就有冲刷 冲刷 这些参加地上下去 这些参加地上下去 这样绿口下去 水库的清淤是政府不得不的工作 然而要真正救水库 要留住水源 集水区保育 是不能再逃避的首要工作 根据统计 2020年 国人平均每天用掉289公升的水 相当于48瓶家庭号的大桶矿泉水 这么多的水 如果可以循环再利用 就能够大大的舒缓缺水问题 这种再进化的水 就叫做再生水 只不过再生水是使用过的水 也就是污水 再怎么进化 恐怕也难让人愿意拿来饮用 那么再生水可以怎么再次使用呢 目前全台有70座的污水处理厂 每天可以处理330万吨污水 在干旱时期 再生水可以疏解工业需求 从早上刷牙洗脸到晚上做菜洗澡 在家里我们每天都要用水 这些哗啦哗啦流掉的水 会是缺水的解方吗 我现在处理的是水中的一些大型的垃圾固体物 一进脑污水处理厂 映如眼帘的是一层层阶梯4的篮污渣 仔细一看篮下的不是发黄 就是发黑的碎屑 说明了水的来源 包含了厨房预测 然后洗衣服的一些阳台的水 这些基本上都会抽来就会 所以是统计国人用水一连五年攀升 2020年每人每天用料289公升 相当于48瓶家庭浩大矿泉水 而这些水用完就流进污水厂 目前已经完成了有70座的污水处理厂 那我们每天可以处理的量能 到达330万吨 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的在 只要有机会兴建 有适合的地点跟量 我们就再继续来兴建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水量 它比水库还稳定 水库今天没下雨它就没水了 可是只要有人活着 它就会有生活污水 我们每天稳定产出330万吨污水 等同一年12亿吨 多到可填满6座十门水库 但含着分尿与清洁剂的脏水 若要变成资源 抑住汗勤 第一步得先变干净 这个部分呢是生物处理 它是利用一些 我们自然界中的一些微生物 来处理我们水中的一些有机物质 它会把它当作养分把它吃掉 经过蓝屋与初步沉淀 污水就完成初级处理 之后再进到这里去除掉有机物 称为二级处理 意外的是 二级后的水质就显得透彻 若之后再杀菌 就是三级处理 也是目前污水场的最高规格 这个就是我们的放流 在放流口所取样的这个放流水 各位可以看到到 就是这个水呢 已经是非常干净了 大溪污水场 每天放流掉约2500吨的水 在不缺水时放流入溪 能改善河川水质 但缺水时排掉就显得浪费 因为它可以是工业的救命水 今天在巴黎就有一天一百万吨 你的管跟西滨共够 45公里就可以到桃园的工业区 75公里可以到新竹科学院区 那你今天要是一天供二十万吨的话 其实竹科跟桃园工业区的溶水问题 它基本解决 到了高雄的叫做中州 污水处理厂一天七十五万吨 解决了入竹 解决了南科的问题 新北巴黎与高雄中区 是全台排名第一二的两大厂 每天处理污水高达200万吨 占全台污水量六成 可惜目前两厂都仅是初级处理 它是一开始最早 所以当时的概念是 一次处理的量够大 但是也经过比较长距离的排放 让它跟海水做一个适度的混合 那其实早期这样的概念 也是没有错 台湾用水比例 农业占七成 民生两成 工业一成 学者建议若将处理 民生污水的大厂提升至三级 供工业使用 将是比设置海水淡化厂 更经济实惠的开源方式 比如说海淡来讲的话 台南的海淡厂20万吨 它要投资175亿 这个巴黎的污水的回收厂 一天20万吨只需要100亿 所以它的成本便宜很多 它没有环平的问题 它没有土地征收的问题 高雄凤山水资中心 是目前全国唯一回收放流水 在卖水给工业区的水厂 处理量目前达到每天平均大约8万吨 像以前 我只要把那个水处理放流 我现在要变成像一个自来水公司了 我要卖水 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突破 变成我也是一个事业单位 一般三级处理完的放流水 即可直接供厂商当冷却水用 属四级工业用水 但若要运用得更广 就得再进阶 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UF薄膜 可以将水里里面的细菌病毒 一并来过滤去除 透过薄膜滤出细菌与病毒后的水质 在有机物和颜色上 虽略逊于自来水 但已足以当成一般工业用水 而且它还能再进阶去除 钙酶等离子变成高级工业用水 而变身的秘诀就在这一捆 像超大保鲜膜的RO滤芯 这个逆圣的话 跟我们家里用的RO是一样的 它只是说它可以过滤的水量 它可以处理的容量是更大 我们在平常做保养维护的时候 我们就短板猜出来 然后这些滤芯我们就把它拔出来 拔出来去做清洗完之后 然后再把它喝回去 它的送命可以多久 这个送命的话大概是三到五年 这边溺滲透后的水 水质优于自来水 达到了指引标准 在新加坡这样污水处理后的 再生水也是引用水源之一 但在台湾目前语法不合 相信很多人心里也还过不去 但它接近纯水的状态 以可供科技业使用 看到的黑色的这支管线 那基本上32寸这边的我们设计的流量 大概是至少每天是4.1万吨 在高雄中央厂区直径80公分大的黑管 装的就是再生水 从高处往下看就是这条大管子 这个黑色的管子就是我们从凤山水支援中心 送过来的再生水 那绿色的管子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 台湾自来水公司送过来的自来水 就是原来我们的净水 中央一天用水12.5万吨 其中再生水就高达三分之一 加上厂内本身一滴水回收五到六次 这些设施让他们在这场大旱中能稍稍喘息 我们一个炉带是十几年 点火以后是不能熄火的 温度相当高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冷却水 保护我们的炉壳 所以这个水真的是对我们相当重要的 中央针对水质的部分 包含它的整个导电度 浊度等等 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些需求单位的一些要求 去做所有的这些处理 我们一度水卖给中刚是大概18.8块 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我们是为了让整个高雄的水资源 多元化的去开发 高雄水利局以成本价卖水给中刚 但对中刚来说 18.8元还是高于自来水的12.7元 但他们不仅花比较多钱买再生水 还是从不缺水的2018年就开始买 一年夺付了约一亿元的水费 当时这如同傻瓜的行为 如今看来反而是高瞻远瞩 水资源的欠缺 是将来台湾一定会面对的问题 没有提前部署是不行的 我相信这次的干旱的情况之下 其他期应该会重新的思考 还有一种水资源就是海淡水 海水淡化之后可以饮用 那么台湾四面黄海 海水不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吗 原本全台已经有24座固定式的海淡厂 其中21座都在里岛 可以提供工业和民生用水 而台湾本岛只有三座 只是用来提供台电用来冷却水 没有广泛作为民生用水 这是由于海水淡化技术高耗能高成本 加上海淡水制成之后 会排放高盐度的卤水 恐怕会影响生态 所以过去在台湾本岛不多做考虑海淡水 但是2021年遭遇大干旱 水利署已经在新竹海台中 紧急设置临时海水淡化厂 一起来看 台湾遭逢56年来最大干旱 水利署赤资超过12亿 在新竹台中两地设置临时海水淡化厂 那我们台湾市面淡海 所以即使来个大旱 那我们也都是有海淡水来可以用 对台湾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来说 海水相对是最取之不尽的天然资源 因此四月初水利署紧急在台中火力发电厂 架设临时性的海水淡化厂 希望能疏解燃眉至极 我们看到前面那边就是我们的台中港 整地这个大概总共有1.2公顷 工人们加紧脚步赶工 力拼在五月中前完成建制 而这将会是台湾本岛第二座 提供民生用水的零食海淡厂 第一座则是在新竹 位在新竹南辽渔港附近 这个占地1.多公顷的场地 原本是水利署的新创科技研发基地 现在则架设一座座小型 可移动式货柜的零食海淡机组 每日产出1.3万吨海淡水 提供给新竹5万人用水之需 海水淡化顾名思义是取出海水变淡水 只是要如何制成 还有真的可以饮用吗 这里是南辽渔港的南边提案 水利署就是在岸边装管线 设置取水口 每日约取4万吨的海水 接着就沿着800公尺长的管路 一路送到临时海淡厂 渠道的海水就是顺着这条管线 被引进到我后方这座700立方公尺的蓄水池里 接下来有三道程序做处理 海水蓄水池里面的海水 必须要经过第一道设备 就是我们的沙律设备 那这个沙律设备 基本上会把比较粗颗粒的一个泥沙 来做处理 接着过滤过的海水 就会进到这个逆胜豆的RO系统里面 透过高压让海水变成淡水 取出淡水后就放进这一座座储存槽中 再来在淡水里加入泡池提升口感 最后沿着8.2公里的管线 送进自来水公司所属的南亚净水厂 这个水对民众科是没有问题的 那供应的部分主要是公共用水 也是包括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民众一般家里面所使用的 那也包括部分的产业 例如像竹北或湖口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没有包括所谓的竹科 开发新水源分散供水 海淡水成功上场救援 如果未来有其他地方 有需要做海水淡化厂 那我们这个基础 这个货柜就可以调过去 那以目前我们这边所了解的 离岛的21座海水淡化厂 都可以考量 我们这边的基础直接去做转移 实际上全台共有24座 常态型的海淡厂 但21座都在离岛 台湾本岛却仅有三座 都设置在台电厂区里 当作冷却水自用 因为台湾本岛每年都有台风 那台风来就有很多水 所以大家水够用的时候 都不会想到海水淡化 那离岛的话是因为那边面积小 你那个积水区也不够 那实际上不会有太多的天然水资源 离岛的话就是以那个马工 那边有这一个乌坎的那个海淡厂 这个是台湾目前最大的一个 早在2001年 离岛就开始供应海淡水 提供民生所需 放眼国外 全世界第一个使用海淡技术的国家 则在以色列 1964年他们就大力推展海淡技术 如今海淡水更占总水量的50%以上 既然海水淡化在国外与台湾离岛 已经行之有年 那台湾本岛怎么会到2021年 还没有一个固定式的海淡厂出现 除了因为本岛以往的雨量相对丰沛 也因为海淡技术过去存在着几个问题 海淡水它最主要就是说 它的能源的问题 它的操作 它需要的压力大概是70个大气 你说一个相扑选手100公斤的话 就一平方公尺上面要占7000个相扑选手 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才能有70个大气 所以说它对能源的耗损也是非常高的 因此国外早期常用一句话 批评海淡水是 All your for water 也就是拿油产生的电力来造水 过去一顿海淡水的产出 甚至需要耗费到10度的电 这个是一个节电的装置 然后它的能量就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装置 回收再利用 那现在目前来讲经过检测 我们差不多一度水可以用所谓的三度电左右来做产水 虽然节能技术提升 但整体生产费用相加 一顿海淡水的成本也要30到35元 跟其他水源相比 再生水一顿的成本约为20到25元 另外像是一般自来水 一顿的水价只要10元左右 相较之下海淡水贵了三倍 尽管成本较高 然而海淡水的好处是 不会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对用水需求极大的工业来说 海淡水其实是一种保险用水 因此十多年前 经济部就准备在新竹 设立常态性的海淡厂 无奈却因为这项因素让计划止步 因为海水里面含有棚 棚这个东西呢 它是竹科半导体制成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 竹科他们那边就不希望说它制成水里面含有棚 如果制成水含有棚 那你的半导体里面还要再掺棚进去 它那个比例没有调好的话会影响到它制成的粮率 那这也是为什么十几年前 那时候就是因为棚的议题 然后卡关 不仅有棚的考量 另外海水淡化后会变成盐分浓度高的卤水 咸度是一般海水的1.5到2倍 这些卤水该如何处理 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那这个排放口呢 大概每天排放出2万6千吨的卤水 那就直接排放出海 新竹临时厂采取直接排放 但高严度的卤水流回大海 难道不会对生态造成冲击吗 不能说完全没影响 只是说我们是觉得那个影响事实上很有限 它对于一些海草可能就是会造成它死亡 那个卤水太高有一些不耐高严度的一些植被 它可能会死掉 基本上鱼类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因为鱼类的话大概两倍的正常海水的严度 对它们来讲它顶多就是跑走 不会说造成它死亡 整体来看海淡场的建制确实得经过通盘考量才不会引发争议 因此有学者质疑海淡水应该放在抗旱的最后一个选项 海淡你要把清水拿出来 卤水放进去 事实上它是一个某种程度的污染 台南的海淡厂20万吨 它要投资175亿 这个巴黎的污水的回收厂 一天20万吨只需要100亿 所以它的成本便宜很多 它没有环平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挑一个 最经济 最实惠 最可行 最没有阻力的 而国外怎么做呢 难道就没有阻力吗 2002年曾在美国加州海淡厂 担任土木济石的教授刘大刚 谈到美国处理卤水的经验 加州那个厂它其实是一个供购厂 它旁边其实有电厂 所以它就是跟冷却用水的排放水一起去稀释 稀释之后再排放 降低卤水盐分的浓度 也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至于台湾 目前已规划完成的新竹 台南两座常态性大规模的海淡厂 每日将产水10万与20万吨 水利署表示 他们将采取把管线拉到外海的方式 排放卤水 以新竹厂为例 会拉到离岸边1.5公里外再做排放 排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是用一些压力式的 然后让它喷发 然后就扩散会比较快 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 海水成了台湾这个海岛国家 最有力的抗旱工具 但过去因为高成本 生态影响等因素 让本岛海淡厂的发展 一直是直上谈兵 究竟海淡水是优先的选择 还是最后的选项 评估之前 或许得先全盘检讨台湾 滴水价的问题再说 台湾正面临 本世纪最严重的干旱 台中彰化苗栗等地 已经在4月采取限水措施 相信之下 高雄屏东还没有到停水这一步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超前部署了浮污流水 急救解渴 什么是浮污流水呢 它是潜藏在河窗底下 经过沙粒石层 过滤之后的优良水源 学界还把它视为救命水 目前全台已经开发 正在使用的浮污流水 共有13处 包括屏东的二峰寸 台中乌西 罗东的兰河燕等地 继续这个单元 我们来看浮污流水 每年11月到4月 百川枯竭 经常会见到像这样 河窗裸露 一片干涸的景象 虽然正值台湾河川的枯水旗 但在河窗底下 却藏有惊人的丰沛水源 悄悄流向大海 这二峰军的二号进水塔 他们叫做进水塔 事实上是一个工作的人孔 那边很深吗 七米二 我先下去嘛 你下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一下 跟着毕生研究地下水的 平科大教授丁澈氏 我们即将进入临边溪的河窗底下 难得一见的二峰寸 集水廊道地下咽啼 这个园图你看好漂亮 这里是二峰寸 是经过大午山的历练 以及河窗进化过的顶级的水源 这水事实上 这原汁啊 你看这个水量 可以从这边湿流进来 可是我们上面看到是干的啊 对干的 但是因为它这个浮流水 就是潜入在河窗底下的水 就是河底下还有很够丰沛的水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浮流水 虽然你看不到 但水其实一直在流 对是 二峰寸 是日治时期 日本政府为了灌溉甘蔗田 由日本水利工程师 鸟居信平 在1923年设计建造 鸟居信平 花了四年时间调查水文 仅仅利用枯水期几个月的时间 就建造完成 时至今日 已近百年的二峰寸 每年的供水量 还超过一座白河水库 二峰寸主要燕堤在河窗底部 是一个三角形的廊道 迎向河水的斜面 有6公分的水泥栅栏缝隙 上面覆盖着藤蔓 河水就从上方的缝隙渗入 成为总长328公尺的三角燕堤 再加上长455公尺的岸渠 藉由地势落差 以重力的方式 将浮流水输送到农场与部落 水是从这个缝隙里面进来 渗流进来用渗流的方式 渗流的量大小 就是按照依据河川的水位高低 渗流水量会大小 现在因为沽水期 所以渗流水量就会低 风水期的时候水量 渗流面就会大会潮 那水量就会大 大地之下 是由不同成分的土壤所组成 有粗颗粒的含水层 也有细颗粒的足水层 而浮流水就是流动在河床下 沙粒石层的水源 在欧美国家普遍受到应用 至于在台湾 最早因为浮流水而受惠的 就是位在屏东县来一乡的喜乐 发发舞部落 水很干净耶 对啊 很干净啊 近百年来 二峰镇一直是部落族人赖以为生的水源 多数居民家中没有自来水管线 但是当大屏东缺水时 他们一点也不着急 我们没有缺水的烦恼 因为它和地下浮流水没有干涸过 我们既没水库也没水电的发送 就是按照地理环境的 靠着地势送水 屏东县目前每日用水需求约为20万吨 而二峰镇在风水期的每日水量也达20万吨 等于能供应全屏东县使用 可见这地下浮流水的力量不容小觑 在它的助攻下 也让屏东成为南部这波干旱危机中 唯一不缺水的县市 台湾每年平均降下2500公里的雨量 是全球平均值的2.6倍 但老天爷给的水 却没有办法被好好留住 台湾名列全球第18位的缺水之国 台湾为什么缺水 除了山脉 坡斗流急 气候异常 雨量过度集中 水管漏水率高 再加上水库预济太严重 都是原因 那个情境就是说 不只是枯水期没有水 风水期也没有水可以用 为什么呢 因为每逢台风好雨的时候 这个地面的河水的原水的浊度就高到 自来水公司没有办法处理 自来水公司能够处理 我印象中有一个指数叫 就是大概3000个NTU左右 就是浊度啦 但是现在呢 只要有台风好雨 动辄就是1万2万甚至高到10万 2020年之前台湾几乎每年都有台风 也带来惊人雨量 却常年面临缺水窘境 甚至比降雨量稀少的国家都还要缺水 在水利专家的眼中 其实是个耻辱 我们这么风沛的雨量 比以色列年平均降雨量97毫米 还要多得多 但是我们比以色列还要缺水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质疑的地方 到底是在开发水之前出了问题 还是在利用上出现的问题 因为过去其实整个台湾在面对缺水的时候 几乎只有一个答案 那个答案就是盖水库 每次只要想缺水 那就是我们再增加一个蓝河烟 或者搞一个水库 那其实这牵涉到整个台湾过去的 所谓水利工程 就是水库工程是工程 包括从学界到顾问公司 甚至包括政府官员的养成 一脉相成 几乎可以说是单一的技术结构的共犯结构 过去开发单一导向的思维 局限了我们对水资源的想象 海岛台湾 中年季风调节群山环绕 蕴藏丰富资源 水在哪里 或许就在我们脚踩的逆土里 立内族环绕杭 楼域面积广达3257平方公里的高屏溪 在土壤之下 跟二峰村一样 深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源 俨然是一座地下水库 来到位在高平溪旁的竹辽取水站 它是全高雄第一处取用浮流水的地方 跟二丰盛一样 在日治时期建造 但不同的是 这里没有像二丰盛般 有着高低落差的地势 因此必须建置辐射井 以动力的方式来取水 因为高平溪浮流水非常的丰沛 根据计算大概有10亿到20亿的浮流水 不言不息的就流到海里面去了 如果说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浮流水 来作为供应 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水 从1960年开始 自来水公司与水利署 就在高平溪陆续建造 竹辽 九曲棠 翁公园等处的浮流水景 至今已经建置到了第八座 目前总共设计的出水量是74万吨每天 到目前为止的话 每天还可以稳定供水 大概每天51万吨的出水量 以高雄人均用水量来看 大概可以供应185万人 所以说超线部署 我们在高平溪做了这些的水源 所以说这次的水情 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焊象 如今全台闹水荒 但高雄地区水情灯号 竟来到成灯 还没有走到停水这一步 浮流水就是重要工程之一 不仅出水稳定 它的水质更比河川水还要好 高平溪来讲 它风水期的时候 它的浊度的话都是好几千度 甚至上万度 那现在枯水期的话 大概还有四五十NTU左右 那我们刚才取的这个 大圈浮流水的水值的话 你看它很干净 它的浊度其实是在2NTU以下 就是其实已经符合 我们移用水的水值标准 不过由于浮流水是属于浅层的地下水 因此也容易引发地层下陷的疑虑 通常浮流水都会选用在比较大的沙粒层 那沙粒层比在地层下陷不会产生 地层下陷产生都是在一些的 粘土细颗粒的地方 既然没有地层下陷的危机 那为何浮流水直到近几年 才逐渐被重视与发展 难道是因为有成本上的考量吗 本工程它的造价我们的部分不到4亿 这个案子大概公期两年之内 就可以做好一个数万吨的浮流水工程 因为它的建设成本非常低 它的操作成本也非常低 在后续的维护成本里面 都是有它非常优异的 比这个地面水来的优异的条件 这个浮流水的原水成本 大概三到六块左右 其他水资源像是再生水 成本约为20到25元 海淡水30到35元 浮流水的成本相对低得多 专家分析浮流水的种种好处 然而在2017年行政院核定的前瞻基础计划中 关于水资源建设 虽然陆续开发苗栗通宵溪 云林浊水溪等地的浮流水 但出水量都没有高平溪流域来得大 目前浮流水仍被水利署视为备源水源 我们还是把它定位在补充的用水 因为毕竟从地面的这个川流水 就河川取水的话是最方便 然后最省时也最省能源的 那浮流水因为它要经过 比较大的马力的抽水机来抽用 所以它也比较会 对于能源的耗水 耗用会比较多 缺水将会是未来几年 台湾必须不断面对的问题 如何调配联合运用每一项水资源 成了政府所必须思考的课题 确实我们可能要将缺水 视为台湾未来常态化的困境 在全球极端气候的催化之下 我们无法再坐等台风过境 来降雨解围 如何灵活的调度 运用每一种水资源 已经刻不容缓 我是胡安玲 这期台湾演艺节目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较少了 是背后 eros线燃 升至远 bud价 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